嘿大家好听证清楚吧 ok 大家好我是文永新医师哈 感谢主持人肯定的介绍 也很感谢各位特意抽空 出席我们这场线上的一个分享会 那今天呢 我们会重点分享有关新冠肺炎 急性感染痊愈之后 康复期的一个过程哈 那下一张的那个slide是ok 从我们这次的那个讲座中 我们会讲解什么是什么 什么才算是long covid 也就是新冠肺炎的长期症状有哪些 然后它的定义是什么 那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疾病 那又是如何帮助患者康复痊愈 甚至患者呢 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去做一些护理呀 或养生的一个方式 让身体尽快达到一个最佳的健康状态 降低再度感染的一些风险 好相信大家有听过就是long covid 又称长期冠病 也是有的人称为说post covid 19或者是新冠肺炎后遗症的一些说法 那长期冠病和感染covid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好下一张 那临床上呢 我们把这个新冠肺炎分为三个阶段 那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急性发病期 那这个急性发病期就是你有症状出现 然后检测发现确诊了之后呢 开始直到第四个星期以内 都算是一个急性发病期 那从第四周到第十二周之间呢 这个有出现冠病的一个症状持续出现 那也说明 持续出现在第四到第十二个星期 那这个阶段也称为冠病症状的持续阶段 那第三个那个阶段呢 也就是新冠后遗症 也称为post-covid-19 syndrome 那这种情况 这个阶段呢 一般上是冠病的症状 可以持续超过十二周以上 那他持续的那个时间因人而异 那我们所谓的这个long-covid 其实就是症状持续十二个星期以上的患者群 那这个阶段的患者呢 一般上不具有传染性 但是他们的症状呢 可以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精神 心理方面的一个健康 那根治卫生部发表 发布的一个资讯呢 在这样的slag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冠患者 可以出现不同程度的器官功能衰退 或者是受损 那其中最常见的症状呢 可以在你们的那个右上角 generalize那一边 他最常见的那个症状 可以是容易疲倦 觉得很乏力 然后有些人是觉得他的肌肉啊 很没有就是比较弱 然后有出现一个呼吸困难啊 疼痛啊 然后一些还是有低烧 或自己觉得很像发热的一个感觉 可是自己去检测那个体温的时候呢 却又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 那根据我们国家卫生部所发布的一个 在根据孙爱波路所发布的一个 小型的一个研究数据表示呢 最常见的五种症状呢 就是疲倦乏力 然后活动的时候呢 出现一个呼吸困难 失眠 咳嗽 还有焦虑的一个心情 好下一张呢 那临床上我们接诊到的一个病人呢 大部分其实也是表示说 他们也表示说比较容易疲倦啊 肌肉没有力 不像以前那么有力气了 那咳嗽啊 可能有痰 可能是干咳 有痰的话呢 也可能是难 很难咳出来 都卡在喉咙 他们一直要清那个嗓子啊 那甚至有的是出现一些各种类型的睡眠问题 睡不安啊 很多梦啊 或者是会发噩梦啊 下醒之类的 那有的有出现头晕头疼 然后会出现一个脑雾 所谓的脑雾就是他们说的那个brain fog 也就是说很像你在思考着 或者进行某个一些思维活动的时候 突然间很像脑雾出现一个当机的一个情况 那有的人呢 甚至是觉得抽离感 就是他可能在切菜要煮饭 可是他觉得他很像 不受控制 很像不是在很实感 就是有抽离的感觉 不是他自己在切菜的感觉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很像个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很像分开的感觉了 那有的人呢会出现一个忧郁啊焦虑 甚至是那个嗅觉味觉上出现一些消失改变 那我们有病人呢 他可能就是吃咸的东西 原本是咸的东西 可是吃到是苦的味道 或者是吃一些粥啊 汤水类 就是汤面类的东西 比较容易消化软软软的东西的时候呢 他反而觉得很恶心的那个口感 那有的人呢 甚至可能也持续出现一些腹泻啊 吃不下饭啊 体重下降的一个问题 好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那下一张flight呢 就是会有的人会说 那是不是所有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的患者呢 都一定会有这个后遗症 就是long covid 就是他的症状可以持续12个星期以上 那其实答案呢 是未必 因为感染covid病毒的人 他不代表他一定会有covid的那个症状 意思是说 他根据他的那个病情的那个轻重程度呢 有的人可以有 有的人是没有这些症状 那他可能完全 即使可能他是stitch tree 那有出现肺炎的情况呢 那可能他在医院啊 或者是自己隔离之后 吃了药啊 康复之后 还是能够恢复原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群 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个long covid 就是新冠后遗症的情况呢 其实有三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第一是那个患者的那个年龄 那我们所知道就是年轻的人 呃 他的那个身体的恢复能力是比较强大的 那所以比较快速 所以相对于年纪大的人 老年人的话 他们的那个啊 恢复程度可能相对也比较慢 那出现新冠后遗症症状的情况 也相也有可能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第二点 就是他的一个软病的严重程度 那根据我们国家卫生部发布的那些数据显示 一般上常见这个新冠后遗症的患者啊 大部分都是都是stage 3到stage 5以上啊 之间的一个患者 也就是说患者出现有肺炎的症状 就是呼吸困难啊 胸啊 胸门很紧痛啊 或者是甚至是需要一些呼吸机啊 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器官衰竭 等等的一些啊 病情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他出现一个新冠后遗症症状的情况呢 几率会相对比较高也比较常见 那第三种呢 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 那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患已经有那些高血压肥胖啊 糖尿病的患者的人群呢 在就比较容易感染这个 如果在防疫不注意的情况下 有可能比较容易感染这个COVID病毒 甚至一旦感染上呢 他的病情严重程度 有可能是很快迅速的一个恶化 所以这如果有基础疾病的人 是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是肥胖的方面 那或许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减重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的因为行动管制令的情况 那你的活动范围受限啊之类的 所以或许在体重方面 那特要谨慎特别的注意一下 那值得一提是 少部分的无症状患者哈 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新冠后遗症的症状 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 问这个症状呢 就新冠后遗症的症状会持续多久 那说实在的 以目前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呢 我们还仍然不知道 它可以持续多久哈 毕竟这个疫情呢 的出现在我国也才一年多的时间 那根据我们所接诊到的 新冠后遗症患者量 还有他们的情况来看哈 症状轻的呢 其实可以在两到四周内 完全的康复 那发病严重比较程度的 发病程度比较严重的 后遗症症状 则可以持续半年或者是以上 那下一个呢 我们就是说一下 先了解一下中医官 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新冠后遗症方面的情况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交给胡基医师 好的可以 嗨 大家好我是胡医师 好 现在呢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医对新冠后遗症的一些观点 那首先呢想要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医呢 或者是进行一些中医治疗 像针灸啊 推拿啊 或者是中药治疗 那在 其实呢在这半年下来 在我们的诊所呢 我们的中医师有为一些轻症到重症的一些新冠患者 开一些方药 那可 用这些方药呢 帮助他们减轻症状 然后加快康复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个slide 然后在治疗过程中呢 我们是以线上治疗的方式 就类似视讯的方式 那我们呢就会要求患者用手机拍一张舌头的照片 然后发过来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看他们的舌头 首先先看颜色 然后再看舌苔 然后 看了舌头 看了舌头 舌疹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问诊 然后我们就会询问他们的症状啊 咳嗽怎么样啊 或者是说他们的糖的形态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问问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之类的 然后呢 再集结所有的这个回答这个答案 然后再根据个体来开这个开药给他们 那舌疹呢 就会是其中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诊断方式 那从舌头上呢 就可以来了解你的身体情况 那大家呢可以试试每天早上起来 然后在刷牙之前呢 看看你的舌头 那看看呢 你的身体想要跟你说一些什么 那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的情况不会表现单一 所以诊断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就大概可以用刚才那个图来分形 那这边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呢 是我之前的一个新冠肺炎的一个患者 那这边呢 可以统称他为病人A 那病人A呢 在发病期间呢 就有一些味觉改变 就是他本身是比较喜欢吃新辣的食物的 但是在整个 这个新冠的一个发病期间 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跟辣有相关的一些食物 那么 然后他也表现出一些腹泻 胃口差 疲劳这些症状 那在这个舌头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有胖大舌 就是我们的舌头舌体 偏胖大 然后这个呢 就提示到我们身体里面有弹硬 那另外就可以看到他的舌头边缘是有齿痕的 就有牙齿的硬的 那这个呢 就提示了皮须 然后另外可以看到他的舌头表面 有一层厚厚的一层白色的舌苔 那而且中间是比较偏厚的 就提示说这个有 有这个湿血在 好 那么整体来说呢 就可以对应到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病人的症状 就是有一些脾胃的一些症状 就味觉改变啊 腹泻啊 胃口差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些疲劳的症状在里面 嗯 下一个呢 好 那中医呢 对这个新冠的恢复期 其实就依据常见的一些症状 像疲劳啊 咳嗽 腹泻这些主要就分成两个阵型 第一个就是气阴两虚 另外一个就是肺皮气虚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常常会肩胛有一些干预的情况 就是一些情质方面的情况 像焦虑啊 或者是情绪低落 所以我们会对应不同的阵型 不同的症状来开药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同一个药 那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 他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也是需要 需要根据他的情况 他的症状改变 来加减这个方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复诊 然后这可以确保患者的一个安全 那具体在中医要怎么进行治疗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交给文医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有关于中医如何帮助患者康复呢 那下一个slide我们可以知道 就可以看到 大部分人都了解中医是可以开中药 就是有中药的治疗 或者是针灸耳穴 还有一些饮食上的一个建议感 就是建议病人 在患病期间或者是康复之后呢 针对他的那一个饮食方面做一些调节 那大部分人都会听我们中医说 为什么会有 就是刚才胡医师说的一些轻粮虚啊 或者是肝脾 肺脾粮虚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甚至是一些干预的情况 那你们就会听到我们说一些术语 什么书干啊 让你情绪好一些啊 补血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根据现在的那个研究显示 好下一张的那个slide 他就会显示 有一些研究数据显示 其实中医在治疗 那个就是症状 就是新冠后遗症的一个症状方面呢 其实有挺好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疗效 尤其是在一个 那个乏力啊 或者是胃口啊 甚至是嗅觉 味觉上的一个消失或改变呢 有一个还蛮明显的一个疗效的 那他的机制是什么呢 那你现代的一个说法呢 就是他可以调节你的免疫功能 甚至是促进你的造血功能啊 凝血功能系统 很有保护一些心啊 肝肾方面的一个功能 甚至提高你营养的一个吸收率 还有脂肪方面的一个代谢功能 好所以下一张啊 就是可以说就是可以啊 就是介绍啊 你们就是康复期的就是病那 COVID-19后遗症的一个康复期 那你们在家可以做一个自我护理方面呢 吴医师可以让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除了这个新冠患者啊 恢复期需要这个所谓的自我护理之外 那家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其实都可以一起陪同进行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slide 好 如何提高免疫力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但是呢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样的去提高免疫力 那其实呢 你需要的只是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 那守护好这三个原则呢 就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充足的睡眠 均衡的饮食 还有运动保健 那首先呢 我们要怎么样的保持健康的睡眠呢 当然是要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 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规律 那另外呢 咖啡和茶这类的咖啡因 会使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 会使到这个心跳加速啊 然后气血就会往头面上走 所以就可以达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 但是有睡眠问题的人呢 我们就建议尽量的避免这个咖啡因的摄入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必须要饮用的话 就睡前四个小时就避免 好 然后另外就是要确保 这个寝室的就是房间 睡觉的房间的环境啊 条件要舒适 要温啊 就是整个声音灯光温度 其实都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 另外呢 第二就是健康饮食 那健康要怎么样的保持健康饮食 要坚守上个 适量均衡多样化 那适量饮食呢 就是要就是指控制食物的摄入量 建议少吃高脂肪盘或者是盐 高盐的食物 那均衡饮食呢 就是健康饮食的一个要素 可以依照这个我们的马来西亚 卫生部所提出的 Sukusuquo Separo健康饮食餐盘计划来执行 那确保呢 摄入的食物不要超过身体的所需 那另外呢 食物要选择多样化 避免偏食 因为不同的食物提供 不同的能量和营养素 然后来确保每日能够通过这个饮食呢 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 那建议呢 就要选用 食用多种的一个食材 那当然呢 我们也是可以推荐一些中药药膳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slide 选用小米粥或者是黑豆 或者是黄豆 那适量呢 可以加一些中药 一些中药 黄芯啊 胆生上药 茯苓啊 莲子啊 艺人这些 那另外呢 或者是美林粥 然后这个 我们之前有在 就是有拍摄了这个美林粥的一个制作方式 然后也有po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大家可以扫码来 到我们的影片 学习如何碰住这个美林粥 嗯 然后再来呢 就是运动保健 那大病出狱 其实我们也不建议患者 马上的投入这个激烈的运动 所以现在呢 就可以提供一些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学习俯视呼吸 尤其是还有咳嗽啊 或者是气喘的这些患者 那俯视呼吸呢 就可以锻炼肺功能 增加我们的肺活量 还可以降低这个压力状态下 所释放的这个压力激素 然后造成的负面影响 可以帮助我们放松 那还可以呢 提高承受剧烈运动的能力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是 另外还可以练习太极 或者是八段颈 那八段颈呢 可以改善这个血液的循环 可以减少疲劳 还可以放松肌肉和平衡 我们的那个新陈代谢 就可以减少睡眠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呢 也其实也拍摄了 这个八段颈的一个教学视频 即将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发布 大家可以先扫码订阅 然后尽情期待 那在这整个疫情期间呢 其实确实是给大家的心理健康 带来了一些伤害 过分的担心啊 恐慌啊 时常表现的莫名其妙 然后也突如其来 那焦虑呢 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情感 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适当的学习 如何去接受它 然后慢慢的缓解 那要怎么样的接受 并且调试呢 来我们可以看下一个slide 可以试着减少一些关注 减少看或者是听 会使到你感觉沮丧的一些媒体报导 那就可以避免一些担忧和焦虑 那另外呢 就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刚才提到的 要维持适当的饮食 睡眠还有锻炼 那另外呢 可以找一些爱好啊 让自己动起来 动起来呢 大脑放松了焦虑 它的感觉 就会明显的慢慢降低 那还有就是 确实是在危机的情况底下 我们会感觉到悲伤 紧张 困惑 害怕这些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情绪表达 不需要掩盖 所以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和亲友保持联系 然后最后呢 这里有一份WHO提出的一个康复训练手册 可以在下一个slide 大家可以扫码下载 就是 是里面呢 就会教你如何去应对不同的一个症状 就是 是专门设计给 所谓的 就是我们这个新冠后 新冠后的一个恢复期的一个康复治疗 那比如说呼吸不差 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或者是病后的运动 要怎么开始呢 等等 一个非常清楚 很容易明白的一个所测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要交给文医师 谢谢 OK 刚才其实胡医师有说明到 有说到就是那个情绪方面的一个健康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疫情或多或少 其实都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一个心理状态 那大家外出的时候呢 都需要去测量一个体温 进去一些商店啊 一些单位都需要检测体温 那其实你的心情或许也需要 检测一下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图里边 从一分到十分 它其实表现的是 表示的是一个你的情绪方面 不一样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看到一分 一分内里呢 就是觉得 我个人觉得很棒 那二分呢 就是觉得 我还挺放松的 然后也挺开心 那三分那就是还行 就是我觉得不会太大 我还可以应付啊这些 然后第四呢 就是觉得还可以 第五呢 或许就出现有一点困难 就是你会觉得焦虑啊 不安啊 或者是紧张 一些压力大的一个问题 可是你还是觉得 我还是可以应付的 那六分呢 或许就是觉得 开始有点不舒服的 心情很像越来越郁闷啊 或者是很焦虑紧张啊 做一些事情 很容易不集中 那七分 或许你就是觉得 开始比较亢奋了 你的那个思维脑袋 就是一直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想法 影响到你睡眠 每到晚上的时候 你可能就睡不着 各种想法都跑出来了 然后很想要有一个按钮 就是按掉它 就是stitch off 然后就可以入睡 那八分到十分呢 或许就是你的情况 如果你认为 你目前的打分的情况呢 是八到十分呢 那或许你就是需要找一些 人倾诉啊 或者是寻求一些 咨询方面 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个 疏解啊 或者是渠道去进行一个 就是看诊 或者是帮助 如何去疏解自己的一个情绪 因为八到十分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已经亮红灯了 然后你会觉得 已经快要爆炸了 已经抓狂 很像是日常生活上 什么东西都不顺利 甚至是你做什么都难以 就是已经影响到 你的日常工作啊 表现啊 或者是你的情绪方面了 那下一张呢 其实下一张的那个slide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那个心理方面 如果精神 心理精神方面 你觉得有压力啊 需要寻求一些渠道的话呢 这里我们有提供 或者是你可以去那个 Sunway Medical Center 他们的那个Facebook page 也可以看看下 他们已经整理出来的一些 心理咨询啊 或者是方面的一些 渠道或联系方式 那可以看一下下 有需要的话 可以留意 或者是介绍啊 就是给其他的朋友啊 亲人 那下一张呢 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那个 mice structure那里啊 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资讯 那你们在那个mice structure 里面的那个digital health方面呢 其实他有一些self screening assessment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那个情绪啊 身体的一个状况啊 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心理啊 或者是思维方面的一些书解 那或许你去看看 是不是到了需要找人去帮助的一个情况 就是不要认为去找什么心理医生啊 或者是精神科的方面的一些咨询啊 医生是认为自己就是有问题 其实任何的情绪都没有分好或坏 因为他们都是你身体的一个保护机制 他是在提醒着你 或许你身体到达了某个顶点的一个limit 那或许你就是需要正视一下 好好的善待自己 照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或者是自己的身体 那在这个more方面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啊 有那个 这个你可以去找到自己的那个 待会儿哈 那个behavioral risk那里 你可以去点击这个 去按那个 然后他会出现my risk 然后去start 就填写一些问卷 因为有些 尤其是现在经济领域 各州的经济领域啊 一些教育的方领域 也逐渐开放了之后呢 很多人会更需要外出 或者是更加频繁的外出 接触到的人群或许也比较多 那他们担心自己的那个感染 暴露于病毒 COVID病毒方面的那一个风险 是高低或者是中等的 那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按这个 从这个message behavioral risk里边 去填写问答他的那个问卷 他问卷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yes no 打勾这样子 那花那么一分钟以内的一个时间 你就可以发现 就可以检测到你的结果 然后他们会提供相应的一些 一些措施 一些建议 去让你去实行 那就可以了解一下 自己的那个暴露风险 是高还是低 而减低你的那个焦虑 就是转换你的那个焦点 与其花时间在你的不良 沉浸在不良情绪当中 那不如去做一些实际的行动 去找帮助啊 或者是去检测自己的那个 exposure risk 去看一下 然后就是减低你那个心理负担 好 今天的分享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那就加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的 感谢我们两位医师 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这么多 有关新冠肺炎后遗症的这个机制 那么如果想进一步了解 各这些后遗症 或者是想要和我们的医师 做预约的话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WhatsApp 在线跟我们预约时间 那么另外呢 如果是对我们线上的讲座有兴趣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资讯 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关注我们 就可以得到所有活动的第一手消息 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现在双卫综艺中心的一个package 一个配套 那么我们的postcovid recovery program 就是新冠肺炎后 这些康复的一个配套 配套一和配套二 那么不管是你是要来我们这边中心 做问诊 或者是你想要通过线上问诊 都可以 都通过我们的这个Facebook 或者是你玩CK 我们知道 我们都可以帮你安排这个appointment 那么相信这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么到了这里 我们的节目这个讲座也到了尾声 所以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一下 新冠肺炎的后遗症之所以称之为长 长期后遗症 Long COVID 是因为它的症状会持续好几个月 那么如果不及时求医的话 拖着拖着可能会严重这个病情 这个会恶化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作为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 希望大家都注意这些的长期症状 那么避免这些不必要的这些持续恶化的症状 好的 这样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留言 可以把CK我们也可以 或者是你去我们的Facebook留言给我们 我们看到的话 我们也是会有引一一解答的哦 好 就是这样子 就以上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感谢线上的每一位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